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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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天 一個人偶然出現了 他看了這位女孩 覺得沒有什麼更好的事情可做 就殺了這位女孩 李宗盛 宋誠陽 你知道 健身器材是在十九世紀就發明的嗎 但那時候幾乎只有上層階級的人 才能使用那些器材 現在這個時代 網路爆煌的歷史是很多 你剛剛看完海鷗 有什麼想法嗎 這個運氣呢 永遠都留給做正經事的 你為什麼要一直逼著我 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你根本什麼都不懂 這些東西沒有人要看 對班農你不要這樣說了嗎 陳柏宇 你知道 台灣哪裡看得到海鷗嗎